哈囉大家好我是波皮 在夏天呢大家就是超容易曬黑 超容易暗沉 說真的美白真的就是夏天保養的重心好不好 那前陣子呢我就是看到韓國的美妝節目上面 有女明星model就是推薦一款很厲害的美白安平 而且重點是它是開這樣的美白安平 所以價格不會太貴 重點是呢它還強調說它7天就可以美白 14天就可以淡斑 所以各位追求跟白紙一樣白 一百遮一百愁的同好們 就來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兩款 這瓶呢是蘭吉兒的美白安平精華 這是我少數看到開架的美白安平精華 據說呢它在上市前做的使用者滿意度實測呢 高達92% 對就是這麼高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對它實測7天 對我已經測完7天了 我們可以待會來看看結果 有沒有效呢我們讓數字來說話 讓數字來告訴大家 會一起搭配的呢是這一瓶美白安平素顏霜喔 這款在韓國討論度還滿 它本身就是 它因為有加美白安平精華的關係 所以說等於你在一邊 上妝提亮膚色的時候呢 也可以美白保養 雖然說應該 蠻多人知道蘭吉兒這個品牌 但是還是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喔 它在韓國呢是擁有15年醫美經驗的一個團隊喔 那他們有自己的科學研究團隊 也有自己的實驗室 那他們要求的呢是所謂的精準保養 就是覺得保養不用多 但是一定要精準做到 然後它的產品呢也都不會太昂貴 所以就算你的預算不多 我覺得也可以蠻輕鬆入手的 好那來跟大家 詳細的分享一下這瓶美白安平精華 就來做實測囉好不好 那這一瓶呢其實我覺得蠻訝異的是說 一般 不太會出平價的美白安平精華 一般美白安平精華都非常貴 那通常呢也要貴的 才會有效 但是呢這款的價格卻非常非常佛心 那他們是強調說他們裡面有 韓國實驗室獨創的APR復活生導硬子 它裡面加了骨光肝鈦跟 維他命C磷酸美鹽的成分喔 那這兩個呢基本上都是常見的 美白保養品裡面會加的成分 但是呢我通常都是看到一些 大概價位在1500以上 或是甚至2000以上的品牌喔 才會去加這兩個成分 那很多美白產品 其實它的刺激性會比較強一點 那這款呢它裡面不含酒精 所以你是敏感肌也一樣可以用 然後不含色素 不含動物性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皮膚比較敏感的話呢 也是一樣可以使用的 因為我實測了7天 嗯沒有問題可以用 但是呢實測結果我們就是等一下再繼續看 我必須說這瓶它的CP值很高 所以如果你們看著實測有用的話 真的可以囤貨囤起來 好現在又回到皮膚沒有上妝的狀態喔 那這兩瓶呢 在使用的時候的順序是 先上化妝水 然後再上這一瓶美白安瓶 再上這一瓶安瓶素顏霜 所以說呢現在要先來擦上化妝水 那化妝水就是大家平常用的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安瓶呢我覺得它本身的設計非常聰明喔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這個頭的地方是扁扁的對不對 然後當你轉開的時候呢 它這個頭就會彈起來 這個頭彈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直接幫你吸取你一次要使用的量 你也不用在那邊吸半天按半天 它就直接吸起來 然後蓋回去的時候呢 只要轉下去它就會縮回去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的聰明喔 然後它的質地呢是比較清爽的精華液 它不是那種很黏的精華液 所以你看它的質地是超好推開的 就算最近天氣這麼熱啊 我覺得它用起來也不會有什麼黏膩感 像我現在才擦完一下下啊 你看其實皮膚表面已經幾乎沒有什麼 浮在上面的保養品的感覺 就是已經吸收進去了 而且呢我在第一天擦拭的時候 我就有拍了這個沙紙花測試的片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好像34度 然後濕度是60%以上喔 然後 這都快變冥產了 好 就是 對你看 其實我臉上是沒有黏的 但是我的假睫毛上面 有卡到一個跟嘴唇上面 有卡到而已 其他的話都沒有 所以說它的黏膩度呢 基本上是不會黏的 好那現在回到我們實測的第一天喔 這是第一天 然後我們會先量一下那個臉的數據 就是看一下黑色素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比較準確的對比說 到底有沒有用 好那今天第一天的黑色素是33%喔 那如果你們這樣看不清楚沒關係 到時候都會放一張圖在這邊給你們看 因為昨天太陽很大 今天太陽也很大 稍微說還是曬了一點 我本來以為黑色素可能會上升 結果昨天黑色素我記得 使用前是33 結果現在變成31 真的就下降了耶 才一天而已 今天是實測的第四天 一樣我們先量一下今天 皮膚的狀況有沒有進步 昨天的話不知道是數據的誤差 還是真的太陽晒很多 昨天黑色素是有突然上升到34 但是今天呢 就是昨天白天 昨天晚上擦了安平之後呢 今天黑色素又回到前天31的狀態 就又有進步 今天是第五天嗎 好來測一下數據喔 今天黑色素的話是32 比昨天高一點點 但基本上還是比一開始測的時候 有再下降 實測第六天 好像只有滑人 黑色素今天跟昨天一樣是穩定的32 明天就實測最後一天了 到底會不會 數據下降呢 我是很期待啦 希望它增7點 好今天是我們實測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第七天 那我們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先來測試一下 實際的數據 結果今天測出來呢 黑色素真的是只有30%而已喔 因為我之前測的數據 就是從我有開始測開始 最低大概31 是最低 然後沒有低於31過 然後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測出低於31的這個數據 我這邊也準備了數據跟畫面給大家看喔 但是畫面是我在剪接的時候才會看到 所以我現在能夠看到的呢 就只有數據而已 所以畫面方面我是會事後加次 就是我看到畫面才會知道 這個就是還請你們見諒 要不是像日本節目 一邊看就是出外景的錄影畫面 然後棚內有人做評論 不是這種感覺喔 自己拍自己剪就是 我要到剪接才有辦法看到畫面 但是呢我已經有把我們測試的數據都接下來了 首先第一天呢 我那時候測黑色素是34% 對 那然後第二天呢 其實很驚訝的是 馬上就已經降到31%喔 就已經比第一天少了3 因為如果說你在開架就買得到的產品 我覺得很少會有這麼有感的 通常都是你要 持續使用 比方說兩週一個月 你才會比較有明顯的感覺 然後第三天呢 黑色素又回到34%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前一天曬太陽 曬得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那天就是黑色素測起來是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到了第四天呢 第四天測出來的數據又是31% 所以就是又回到就是第二天測出來的那個31 第五天跟第六天呢 黑色素的數據都是維持在32%喔 就是沒有到 呃...標很高 但是也沒有到特別低 那今天最後一天呢 測出來的數據是30%喔 那我在測試的時候我有講過 其實自從我就是有在測我的皮膚的狀況 以來呢 我從來沒有測出30%這個數據過 因為我一直測出來最低最低就是31% 所以當然它第二天就測出31%這個數據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訝人 所以老實說呢 以一瓶開價就買得到500塊以下的美白安瓶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實際這樣測下來 我們數據看得到 那畫面的話 當然我要剪輯的時候才看得到 但是我自己肉眼看的話呢 是覺得皮膚的 亮度有提升 雖然不是那種一覺醒來就 我怎麼變得那種白那種白度 但是確實是 漸漸的有變得比較白皙一點 然後呢 他們同一個系列 我覺得出了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產品 就是這一瓶 美白安瓶素顏霜 對 它就是素顏霜 但是結合了美白安瓶的成分 就是除了一般素顏霜這種 提亮啊 然後讓膚色比較白的這種作用之外呢 它裡面還添加了21%的美白安瓶精華 就是一個美白保養加美白微底妝的概念 因為素顏霜真的就是淡淡的修飾效果 那像素顏霜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從韓國流行起來的產品嘛 它主要呢 我覺得它不是用來遮瑕的喔 它是用來提亮跟修飾你的膚色的 基本上呢 你只要用量適當的話 每一種膚色都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它只是提亮 它並不是去遮蓋你的膚色 好喔 那我現在就直接使用這一瓶 美白安瓶素顏霜給大家看看 那我會先用半臉讓大家看一下效果喔 然後它擠出來呢 是這樣子 那我會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使用素顏霜的時候 你不要貪心一次點太大點 我會比較建議你呢 少量多點的把它點開 這樣子你才不會有一些局部太白 而且我跟你說它的用量很省 所以真的不要貪心 不要貪心 不要貪心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要講三次 那使用方法很簡單 你就這樣子把它輕輕的推開來就好了 一開始在推的時候呢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白 但其實是 你要把它推均勻 跟等它稍微吸收一下 這樣子呢 看起來效果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啊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像這樣子 臉頰側面還有髮際線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推勻喔 你們看 雖然我剛剛才擠一點點 但是我只點了一點點 也就夠用我全臉了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近拍的妝感喔 有沒有 這邊就是看起來很透亮之外呢 其實毛孔也稍微有一點點修飾度 但是看起來真的很像 完全沒有上妝的時候的效果喔 那這邊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上素顏霜跟任何底妝的狀態喔 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我皮膚的泛紅 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還有鼻翼這邊的泛紅也是 再來就是眼角啊 然後額頭邊緣的這些暗沉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雖然說只是這樣薄薄一層 但是真的就是有差 我昨天呢出門前啊 本來就上比較厚的妝 然後回到家之後呢 又不小心在沙發上睡著喔 睡了一下子才起來卸妝喔 所以說我今天就馬上長了 三顆痘 有一點尷尬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種突發狀況的話 你可以就是自己在局部 稍微做一點遮瑕就好了 那其實呢我覺得它的素顏霜的質地上起來是不太會黏膩喔 但是夏天大家基本上 平常沒事就已經是黏的了 那如果說呢你會怕黏 會怕出油之類的話 你也可以再就是薄薄的鋪上一層蜜粉這樣子 首先就是你的皮膚喔 沒有特別明顯的瑕疵的人 就是如果你沒有特別明顯的黑眼圈 沒有特別明顯的痘疤 沒有特別明顯的斑點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素顏霜的 那在這之中呢 尤其是如果你的膚色比較暗沉 比較蠟黃的人 就超適合使用素顏霜 除此之外呢素顏霜也很適合不擅長 太多複雜步驟的初學者 如果你覺得欸很多東西很慌 那其實你用素顏霜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是學生 你不能夠上太濃的妝的話 你也是可以使用素顏霜 去稍微修飾一下你的膚色就好了 再來啊如果你是忙碌上班族 或是說醫打好擠的媽媽 或是說你是孕婦之類的話 也都一樣可以使用素顏霜 那最後呢還有一個非常需要素顏霜的課程 就是不會挑底妝顏色的人 那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嘛 素顏霜它是一個提亮的產品 所以基本上任何膚色都可以用 如果說你不太會挑底妝膚色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先從素顏霜去試試看喔 終於把腮紅跟唇膏補回來啦 覺得比較有安心感喔 雖然說這個一般來說大家就是上個底妝 然後稍微上個潤色唇膏就好了 但我本身呢不好意思腮紅是我的命 那這個系列呢除了美白安平精華 跟美白安平素顏霜之外呢 他們也推出了安平洗面乳 那一瓶呢是一樣添加了美白安平的洗面乳 那另外一瓶呢是添加了保濕安平 而且呢它的泡泡非常細緻 不會拉扯到皮膚 重點是台灣的開價就買得到了 那以上這些產品呢要去哪裡才買得到 行看描述欄喔都會告訴你們 那我個人是覺得美白安平精華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一般的美白安平真的單價都比較高 才會有辦法看得出效果喔 然後它這一瓶呢不到500塊 但是又有這樣子的成效 畢竟我們的測試的數據都有出來嘛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不錯 那再來呢美白安平素顏霜 我覺得它是非常方便 因為它等於在修飾你膚色的同時 它也同時在幫你做美白 簡單說呢像這樣子的保養上妝組合 就是很適合你想要變白 但是你又不想要花太大筆的預算 然後你又沒有太多時間的人 好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其他想要看的主題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是說呢你也有用過蘭吉兒的美白安平精華 或是美白安平素顏霜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喔 然後呢如果說你有什麼其他想要看的主題的話 你可以上我個人網站去看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跟開啟通知小鈴鐺通知 就這樣子喔掰掰